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Q&A第三集 那我們今天也要來回答網友的提問 那今天這個問題是一個關於手法的 那這個網友問說 請問耳掛爺加雪菲也可以使用這種沖泡法嗎? 也就是說網友想要了解說 在耳掛咖啡的情況之下 我能不能運用學長 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沖煮法 譬如說甜感增加、香氣增加等等的 不同的沖煮法 那學長可以先告訴各位一個最終答案就是 基本上是不行的 那你學這麼多手法 基本上只能用在濾杯上 甚至只能用在錐形濾杯上 那沒辦法用在耳掛上面 那為什麼呢?主要原因有三大點 第一點是關於咖啡豆的新鮮度 因為大部分的濾杯的食用上面 我們討論的都是新鮮的咖啡 那掛耳包雖然可能有沖淡 或是說它可能有一些脫氧劑的一些幫忙 但是它畢竟摸完以後 它可能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經過密封 然後可能放一段時間之後才被你拆封準備要充足 所以在新鮮度比較不敢確定的情況之下 它的排氣狀況就會跟陷磨的咖啡會差比較多 所以有時候譬如說你要做悶蒸這種技巧 或是說我想要讓我的粉層浮起來 利用空氣的方式 讓粉層浮起來這樣的技巧 在掛耳包上面它的不確定性就會很大 所以有些技巧也是沒辦法套用的 是第一點關於新鮮度的部分 那第二點是關於粉面的形狀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濾杯的咖啡粉 基本上是錐狀的 它的排列組合是正中間粉最多 外圍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掛耳包它不是 它是一個兩邊有兩個角 所以它這邊反而粉是比較多一點點的 然後它是比較接近一個均勻的 它不是一個錐狀的 所以正中間的粉並沒有比較多 那這種形狀的不同 就粉的形狀的不同 會讓你一些內圈外圈 或者是中心給水 它的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很多的手法 都是為了錐形濾杯而設計的 所以在這種形狀不同的粉層結構上面 你就算用一樣的手法去套 它最終的結果會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我們常說中心注水流速可能比較快 但是在這樣的濾杯裡面 中心注水流速會比較快嗎 其實它是呈現一個比較問號的狀態 所以第二點是因為它的粉層的形狀不一樣 所以你用一樣的手法印套 也未必會有一樣的結果 那第三點其實是一個技巧的問題 是關於粉面的大小 我們可以看到濾杯的粉面是那麼大的 所以這個部分這麼大的範圍 都是我們可以走水 就是繞圈圈的一個範圍 但是掛耳包的範圍 你可以看到就這麼小一點點 如果你想要在上面做一些走水 或是一些技巧的展現的話 你的空間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也不容易做到很精準 所以呢如果 就是在你的技術有限的情況之下 你用掛耳包你想要 複製同樣的技術過去 你的成功率就會變得很低 OK 所以這是第三點 所以事實上來說 掛耳包也沒辦法複製濾杯的手法的原因 所以以上三點我們可以理解說 其實手法這些事情呢 是非常講究你使用的器材 使用的濾杯的 所以如果在咖啡粉的新鮮度不確定 然後呢粉層形狀也不一樣 然後呢可以走水 可以施展技巧的位置的範圍 也不一樣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 你即使用同樣的套路去套到掛耳包裡面 也不會有同樣的效果 但是 掛耳包是不是只有一種衝法 或是說它是沒辦法展現技巧呢 其實是不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的思考邏輯呢 可能要從 濾杯裡面走到掛耳包本身 就像學長之前有分享過的一些 掛耳包充足的技巧 它更多更多的是 希望大家能夠用 水柱的大小 或是水粒的大小 然後去調整 掛耳包的風味 而不是用 傳統濾杯的技巧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 了解掛耳包怎麼衝的話 可以看一下學長的影片 裡面有關於掛耳包怎麼衝不講好喝的 OK 那我們今天的 Q&A 就說到這邊為止 可以確認說 濾杯跟掛耳包是不一樣的喔 但是有一些觀念或許可以共同 大家就是怎麼樣去解析 學長的手法 然後套用到別的器材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 掰掰